就在剛剛 就在剛剛那一刻 各位知道她是我的表妹吧 難言不捨朱立晶四號傳出乳癌病逝消息 身為她的僑解 國師新作專家唐祈陽得知二號 直播中幾度哽咽 淚水眼眶裡打轉 忍不住淚崩 坦言真的很後悔 很遺憾 沒有多關心她 朱立晶出道十三年 在演藝圈林復平 過去作為同門師姐的郭靖 得知消息也難也不捨 朱立晶圈內好友紛紛吊念 都發文緬懷 閨蜜好友Lulu 得知消息後也一度情緒崩潰 先前幫忙主持發片記者會的陶晶瑩 也發文說 還記得你說過的那些傷痛 自理行間藏滿不捨 去年記者會上朱立晶坦誠 罹患乳癌讓人好心疼 當初強調病情還算穩定 可是卻驟然離世 留下粉絲家人滿滿不捨 近幾年乳癌年輕化 醫師指出這三大族群最危險 醫師分析有女性家人在五十歲以下 有乳癌病史 離愛機率是一般人的四倍 如今在十二歲以前就來的族群 則是一般人的兩倍 另外三十歲還沒有生育者 就有較高機會 患患乳癌 朱立晶走了突然震驚演藝圈 乳癌早期難察覺 醫師建議定期檢查 提高警覺才能及早治療 二零零九年超級偶像準決賽 朱立晶祭出斯林迪奧招牌歌曲 雖然模樣清秀 歌聲卻具有穿透力 與田杰兒形象相當有反差 恭喜朱立晶 初次參賽靠著一舉奪冠 也開始他的演藝之路 但星途可沒這麼順遂 上中國節目比賽 歌聲被譽為有著莫文蔚 和惠尼休斯頓的綜合特色 一舉獲得第三輪晉級賽冠軍 甚至還為遊戲獻唱 熬了將近三年半 才發行第一張個人專輯 儘管隔年有了第二張作品 但第三張專輯卻又等了六年時間 就是因為罹患乳癌 這首來日方長道出朱立晶的心聲 與他合作的音樂人黃庭 還原當時情境 朱立晶拖著病體坐在輪椅上 告知罹哀二號 黃庭問他專輯還做嗎 他形容朱立晶的眼神相當堅毅 回答當然更要做 如果走了就是紀念 如果沒走就想要一直唱下去 沒有想到這真的成了粉絲們的最後紀念 到十三年以來 只出了三張專輯兩首單曲 朱立晶臉上總是掛著笑容 過去唱出動人歌聲 最美的印象 泳流革命心中 三天新聞這回報導